大家好 我是一个三胞胎 三个人表演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少说一点 词儿 三句棒啊 我天啊 为了跟网敏合作 我们特意去学习了音乐 没学会唱歌 如何表演音乐 其实我们想和网敏合作呀 是因为我们觉得女生在生活中有很多话 不好直说 有很多想法 不方便说 所以我们就打算让网敏把这些话 说出来 就比如说呀 我特别讨厌在夏天穿短裙 因为穿短裙太热 但有男生会说 你们穿短裙还说热真矫情 我们还要穿裤子呢 其实我穿短裙比你穿裤子热多了 但我没法跟你解释 我没法跟你开口 我真想对你说 老娘比你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 打击裤 打击裤 这感情就像你夏天穿着短裤 里面还有套短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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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哪里裤 我走的每一步都会像巴黎联盟路 走 还有另外一种场合 我们也会感到很有压力 那就是饭局 尤其是那些男性浓度过高的饭局 因为那些男性都太会表达了 而我们只有在表达以下观点的时候 才会受他们欢迎 嗯 是 对 哇哦 嗯 是 对 真的吗 是啊 对啊 是啊 对啊 是啊 对啊 好有道理啊 爱意了吗 你的美丽展现了吗 我真想为你鼓掌啊 你的格局最大 我地球容你不下 跟你的我们就是帮国家奖 还有些时候啊 有些人一句话就能让我们不舒服 比如当有些男生提醒我们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不刮腿毛啊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我的腿毛 扎到你了吗 扎到你了吗 比如当我们精心打扮了去上班 有同事跟我们开玩笑 有同事跟我们开玩笑 你上班还打扮得这么好看 是为了给我看吗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那你穿得这么长 是为了多谢我吗 但如果我们不打扮去上班 老板又会说我们 你上班怎么不打扮呢 这样会让我觉得呀 在你心里 你并不尊敬我这个老板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他怎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最后这种情况啊 他把我拉到暗处 把我拉到暗处 把我拉到暗处 我拉到暗处 在你又或者 路上的人 宿舍楼上的人 都开始喊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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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完全说不出话 但是我的心 救命啊 好尴尬 越黑风暴 冒着我绑架 你准备了这么多蜡烛啊 快闭上你的嘴巴 不要再唱歌了 你为男生会弹 吉他特别的帅吗 其实我们今天 之所以想呈现这份表演 就是因为我们感觉 不只是女生 很多人包括我 生活中都有很多时刻 你不敢表达 因为好像比起自己 我们会更在乎别人的感受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解读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在乎别人 有没有给我们投票 但我们今天就不怕了 因为我们 想被投票 也没有资格了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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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可以了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我为什么要接在 徐志胜后面 我先感觉脱口秀 太难了 但是看到 志胜那么快就谈到恋爱 让我突然觉得 脱口秀值得 确实节目播出之后 也给我的生活 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节目播出之后 给我的生活 带来了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现在基本上 每次出门 都能够被人给认出来了 现在我出门 必被人给认出来 就我现在出门 如果没有被人 给认出来的话 我就不回家 我给自己定的任务 是每天至少 要被两个人认出来 如果KPM 没有完成的话 我就在地铁口加班 带似的玫瑰 了解一下 然后最近我还搬家了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是在郊区租了一个隔断房 就那种二房东 他把房子租过来之后 打了好多的隔断 客厅都会隔美了那种 你像你们现在住的 起码是什么 三室一厅 或者两室一厅 对吧 我们家那会儿 七室一走廊 隔音还特别差 我隔壁住了一个老太太 就每天早晨七点 她会准时放佛经 就每次把我吵醒之后 我都特别地难受 我当时就想 上海这个生活节奏是快 就佛祖来到上海 七点就得上班 那时我就特别担心 就是我们这么多屋 那个神仙他来之后 他能找得到吗 我现在就怀疑 我事业这么顺 是不是当时神仙保佑错了呀 小的时候 我印象中 我奶奶也会信一些神仙 但我奶奶 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会念叨两句 而且我奶奶信得 特别的多 特别杂 就我奶奶觉得 信得多了 也不吃亏嘛 就等于说 我奶奶是一个团粉 就是我奶奶 家里供奉的 可能中间是观音菩萨 在旁边观公 然后在旁边是财神爷 就我奶奶那个信仰 你看到之后 你都得感慨 这是个什么神仙组合 当时最近呢 我就搬家了 搬家之后 周围我的朋友们 他们就问我 这广志呀 你现在搬到了哪一个区呀 我说我搬到了舒适区 开玩笑啊 但是也确实是 穷人诈富 挣到了一些钱 甚至接到了一些广告嘛 然后我又没有谈过恋爱 就我甚至离爱情 最近的一次 就是前两天拍一个广告 里面有一段感情戏 他真的找了一个 专门学表演的女生 来跟我搭戏 那个女生特别的好看 当时呢 那个导演是想要拍一个 相濡以沫的画面 结果拍出来 我站在那个女生身边 就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 可能是也没有见过 我这样的男主 给人家专业学表演的 整不会了 当时导演就在旁边教他 就说你要甜蜜 你要温柔 就是你得对着他撒娇 我当时一听 还要撒娇 这个戏的尺度 是不是有一点大了呀 先等一下 我这种吃惯了生活苦的人 一下子尝不了爱情的甜 后来没有办法 那个导演就让我们两个人 先对视十秒 建立一下感情 说是找一种 坠入爱河的感觉 就五分钟过去了 他还没有入戏 我当时心里就想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 你怎么还没有坠入呀 我这边都快淹死了 但是我能理解他呢 就人家学了四年表演 全是帅哥美女 结果出来之后发现 生活的真相是何广志 我都不忍心告诉他 等到明年 徐志胜来拍广告的时候 你就知道生活是有多么残忍 而我又有多么美丽 挣到钱之后呢 我最近也开始理财了 当然我是属于那种 就啥也不懂 就跟风买基金 然后呢 我还经常会跟我的同事 昌叔我们俩一块讨论基金知识 就是我跟昌叔我们俩 效果文化理财界的卧龙凤厨 就别人讨论基金都是什么 加仓补仓 我们俩讨论 这上面显示一千七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挣了一千七呀 还是说就剩一千七了 他说你这是不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我说我这是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他说你这是不减亏损 我们俩由于理财理念不合 就吵了起来 就旁边的同事都看懵了 这两颗韭菜干什么呢 仿佛在讨论谁更好吃 就现在理财之后呢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觉得这个财 他不经理 就理着理着 快理没了 我现在误出来一个道理 就是你不理财 财不离开你 我现在每次打开 我的激进APP之后 我跟他感觉就是 地铁又在向我招手了 就理着理着 快给我理回郊区了 所以大家买鸡精 一定要谨慎 因为鸡精跟我一样 它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那么什么可以放心大胆地买呢 当然是瓜子二手车 送车上门 试驾七天 满意了再过户 不得不说 香比较玫瑰 还是瓜子更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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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个词叫掌向优势 但是网线大家虽然认可我这个掌向优势 但还是很微妙地对我这个掌向 因为有一个微妙网友还给我发私信 说志胜啊 我特别羡慕你的天赋 却害怕长成你的模样 我发现这个掌向优势也太容易失去了 前一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 我去拍了一组艺术照 我就发现我这个妻子确实给人家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 我只在她等着化妆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化妆师就站在我身后 端详镜子里的我 那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听到从后边传来了一声很轻很轻地说 没事 挺轻 我当时都不知道这个没事是在安慰我 还是在鼓励她 而且这个拍艺术照 她总是希望我能摆一些很帅气的知识 但是我发现 我对耍帅人这件事情的记忆 还停留在青春期 所以她跟我说 徐老师摆一个帅气的知识 我能想到的就是 我说嗯 听到直接把摄影师弄懵了 摄影师说徐老师 你这个知识有点old school啊 08年奥运会之后 我就没这么见识摆过了 那她为了让我更好地找到感觉了 她就去网上找了一张陈伟廷的照片 陈伟廷 陈伟廷 她就说 她跟我说说 自身啊 你就照这个来 但是我发现 当我摆出来这个知识之后 大概就是 我说 摄影师在那边拍边说 哎呀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哪里不对 总感觉哪 我说你不知道哪里不对吗 这人不对呀 而且啊 她为了让我找到自信 她就开始在疯狂地鼓励我 在鼓励里边加入一点 她对我的一种小要求 她就在那 说哎呀 徐老师 特别好 特别好 把眼睛再睁大一点 说哎呀 帅死了 再睁大一点 最后她发现 真的确实 我真的很尽力 但效果确实也不尽如人意 她最后没办法说 徐老师呀 咱们这张照片 试一试 把眼睛 闭起来的效果 等这个照片拍完之后了 等照片拍完之后 我就发现 她就想让我们几个演员 发照片宣传一下嘛 但是拿到照片之后 我就发现 我的照片和其他一个演员 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我的照片 是唯一 没有这个照相馆水印的 特别开心的一点啊 就是这个掌 掌相优势啊 今年开始在我的感情领域里 开始发挥作用了 今年确实谈恋爱了 谈恋爱了 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会让我的朋友这么震惊 就所有的朋友 听到我谈恋爱 说志胜 你真有女朋友了 真的 真的有这么纯纯的爱情吗 还有同学 更过分 跟我说说志胜 为什么你的感情 才刚刚开始 我就觉得有点感人了 但是我发现 在一篇震惊声中 只有广志 表现出了一副 受到鼓舞的样子 过来过去说志胜 我觉得我也行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啊 是朋友介绍的 但是我朋友介绍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一点顾虑的 还特意给他说了一声 说我这个朋友啊 长相有些普通 你准备一下 但是我俩在一起之后 我还真的问过他 我真的问过他 我说你当时 到底相中我什么了 他说其实 我那天心情特别不好 但看到你之后 一马开心了 起来 真的 但是我问这个问题啊 不是因为我不自信 是因为我妈不自信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的 第一反应过 说你可给人家说 咱家可没钱 而且现在节目播出 我女朋友还担心 说志胜啊 咱俩现在谈恋爱 会不会影响你的粉丝呀 我说你认为我的粉丝 你是喜欢我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她们是整个娱乐圈最纯粹的粉丝 她们和你一样 也只是喜欢快乐罢了 我把讲这里给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豆腐 慌慌 已经半决赛了 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吗 我其实现在想挑战的角色挺多的 比如说 超人啊 绿巨人啊 白雪公主啊 美国队长 白雪公主吗 对啊 要挑战白雪公主吗 我能演白雪公主啊 白雪公主 大战哥斯拉 不要加于我无关的角色好吧 哥斯拉 我要演的是白雪公主好吧 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 能不能演个圆版好吧 很久很久以前 白雪公主出生了 啊 啊 啊 她刚出生时 有足足三百斤 太胖了呀 比我妈都胖了吧 她一天天地长大 成为了王国上下第一的勇士 美女吧 于是同时在皇后寝宫 摸镜摸镜 诶 我在 塞瑞啊 你要问她问题啊 谁是本次大会的冠军呢 皇后也看脱口秀啊 摸镜摸镜 谁是最美的女人 啊 白雪公主吗 又买到假货了呀 咔嚓 没必要吧 皇后因为嫉妒公主的食量 美貌 把她骗去森林里采野花 公主采了菊花 蓝花 太阳花 还顺便拔了颗垂羊柳 这是鲁之身吗 就在此时皇后派出的杀手出现了 咔嚓 你就是白雪公主的保镖吗 我就是白雪公主本人啊 我为你准备个泪口棺材啊 不要杀我 埋小了吗 不要介意我的身材了好吗 咔嚓 瘦死吧 不要杀我 吃了我的减肥药 肯定会瘦的 瘦到死嘛 不要加这些没用的东西好吧 咔嚓 准备瘦死吧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猎人因为公主令人发指的可爱而饶过了她 没必要诈这个词啊 逃过一劫的公主遇到了小白兔 她开心地说道 好可爱啊 一半红烧 一半包摊 太残忍了吧 小白兔换了换耳朵 跳进了丛林 公主紧随起后 她躲过了第一棵树 躲过了第二棵树 撞倒了第三棵树 太凶猛了吧 白雪公主的身材 她继续奔跑 她跨过了小溪 跨过了树桩 跨过了高考分数线 白雪公主也参加高考吧 她继续奔跑 她跳过了小溪 跳过了树桩 跳过了广告 哪来的广告啊 懒人畅听APP 内容多 资源权 啥都能听 就是开心 还真有广告啊 白雪公主 估计来到了小木屋前 她常舒了一口气 吹倒了小木屋 这是三只小猪的剧情吧 按正常剧情来啊 公主敲下朗房门 靠靠靠 枝嘎你谁啊 你好我是白雪公主 我是小矮人啊 小矮人太高了吧 你矮一点好不好 靠靠靠 枝嘎没有人啊 有人了 见一面吧太累了 你好我是一个七胞胎 不要说演艺演乐的才词 公主和小矮人终于相遇了 他们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这一天 皇后要伴坐女巫 来毒害白雪公主 呃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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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就是白雪公主吗 那是 我这里有一个西瓜 没必要加大毒药的剂量吧 先握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车苹果呀 一个就够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 哦 这个苹果不会有毒吧 当然不会 咔嚓 哎 皇后太傻了吧 你给我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 哦 咔嚓 哦 白雪公主吃了毒苹果之后 陷入沉睡 她的呼声吸引来的王子 这也太香了吧 咔嚓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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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就是白雪公主吗 咔嚓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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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呀 至少带我走吧 啊 你就是白雪公主吗 嘀嘀嘀嘀 喂 搬家公司吗 我这里有个大伙 快起来就好了好不好 叫什么搬家公司 救我就好了 救我 公主啊 快行行吧 快快快快 你的假牙 我吐的是苹果呀 苹果吗 哦 王子 是你救了我吗 对啊 那我要嫁给你 我草率了 可以再给我 有机会吗 没有机会 你要娶我 在那个遥远的下午 王子娶了公主之后 死了 怎么就死了呀 的心都有 不要在这个时候翻页好不好啊 故事讲完了 你在讲的什么故事啊 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 够了吧 大家好 我是王某 今天啊 想跟大家聊聊我的婚姻 你们不要这么兴奋 显得你们参与了一样 好吗 今年已经是我结婚的第七年了 我觉得这里可以挖一下对吧 尤其在我们单位 显得格外难能可贵的 我们公司你们也了解 一年大概有一个名额 小心 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笑狗文化 加七年之痒 我就期待一个 负负得正的奇迹了 不过我觉得结婚 还是挺有意义的 结婚对我来说 是真正意义上的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刚结婚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 我经常半夜醒过来 就吓一跳 我去我旁边 怎么有个人呢 我老婆也是 有一次睡着睡着 就咣一拳给我早醒 也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领略到女权的力量 她跟我道歉吧 她跟我道歉 我说没事没事没事 能理解 大家都是第一次结婚 那个另外 你上次从床上掉下去 其实是我tread的 不结婚很多事都不会知道的 我觉得不结婚 我也不会知道 女生化妆有多复杂 尤其是化眉毛 我观察我老婆化妆这么多年 我觉得人类长了两根眉毛 真的给女生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就因为这一步啊 你是需要 把本来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争取化到 还是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老婆化眉毛 就化完之后两边眉毛 一边高一边低 那一整天 我看她 我感觉她对所有事情 都格外的疑惑 但是 这个保持不住 但是你知道 当她真正疑惑的时候 她又显得非常兴奋呢 你要出差了吗 你真的不想见到我吗 但是我结婚前 最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其实是 我结婚之后 居然有一天会需要去买卫生巾 其实这件事很正常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大大方方的 我觉得互相帮助 就是成为伴侣的意义之一 但是那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非常不知所措 跟你们现在一样 有一点紧张 甚至觉得非常羞耻 我走进超市的时候 那个感应门 自动打开的时候 我都吓一跳 她都看出来我要买什么了 我本来就想着 就是越快越好 我去了 抽一包就走 但是去了超市 我才发现 超市有吗 一整墙的卫生巾呢 我拿着我老婆 给我的照片在那 一个一个找 我像在参加 最强大脑一样 而且找到之后 我还是很不好意思 我定位好了之后 我就转过身 我等到我周围 都没有人的时候 我偷偷地抽出 这一包卫生巾 我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想的 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我刚走了 没有几步 我大概就是从 这个轻薄日用型 走到了夜用家常 然后就又 吓我一跳 走了没有几步 就有五六个保安 围过来了 我就赶紧掏出来 我说不是不是 误会误会 磅礴 磅礴 当时很矛盾 又希望被认出来 又不敢被认出来 我觉得你们安保 还挺严格的 我们超市挺厉害的 他们说不是不是 平时抓小偷呢 两三个人也就够了 今天听说监控里 看见变态了 都想出来看一看 我后来回想过 我为什么会觉得 不好意思啊 其实很简单 恐惧源于未知 我对她完全不了解 我对她所有的了解 都来自于 电视上那个广告 但你们看过 卫生巾的广告 你们就知道是吧 根本看不明白 是什么东西的广告 刚开始有一个女孩 在那特别的萎名 然后她有一个姐妹 在那兴冲冲的 兴致勃勃的走过来 在她耳边 说了个悄悄话 然后她也兴奋起来了 我当时看完 我就说 这什么东西 兴奋机嘛 我感觉我每天上班 都需要来一包 这个东西 而且就算后来 我知道这是 什么东西的广告之后 我还是很难理解 就是再方便 再舒服 你也不用直接 在马路上就 就这样吧 你们知道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 是吧 我上学的时候 离扣篮就差十公分 我一直怀疑 自己是没有买到 适合自己的产品 我觉得就是这样 婚姻就是很奇妙的 婚姻就是很奇妙 我之所以 我觉得我的婚姻 能维持在一个 很不错的状态 是吧 除了同行的衬托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 在于我太太 在于我老婆 她是一个看问题 比我清楚很多的人 我刚开始 做这一行的时候 她就跟我非常郑重其事地说 说庞博 你在外面将来 一定会遇到一些诱惑 但是你不要心存幻想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 只会有一个女人 是永远爱你 就是你妈 她真的很理智 因为比如她也追星 她也有自己的偶像 她非常喜欢李线 但是我也很费解 我说这种又高又帅的男明星 咱们自己家不是有吗 但是她真的很理智 一句话就说服了我 她说你放心 我跟她就是玩一玩 我很快就会喜欢上其他人的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去参加了一个典礼 当时我听说 李线也有可能会去 那天出门的时候呢 我老婆就很热情地 把我送到了门口 然后还在我这里亲了一下 然后我说你干什么 偷袭我 是吧 她说没什么没什么 你如果见到李线的话呢 替我把这个带给她 当然那天 李线没有来啊 是我的幸运啊 不然那天 也会有一队保安在那 快快快监控里 又看见变态了 真的婚姻 我觉得婚姻并不可怕 我也祝所有 没有结婚的 结了婚的 跟结过婚的朋友们 都好运好吧 也祝李线好运啊 千万不要被我抓到 谢谢大家 我是彭博 过得好吗 过得开心吗 朋友们 他特别像那种 夜场大家拼是吧 对对对 今天来聊一聊 我的情感生活 其实呢 我觉得谈恋爱 就是一个互相探索的过程 只是每个人 探索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女朋友呢 就特别喜欢 让我做微信里的 那些性格测试题 她天天都测我 我感觉她想把我查清楚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 因为我觉得 人很难通过测试题 来真正地了解一个人 有一天早上 我刚醒来 她给我推送了三个链接 我真的感觉 自己在跟一个公众号 谈恋爱 第一个是测 我是16种人格当中的 哪一种 比较正常 大家都做过 第二个是测 我在河泄露之后 会变成什么动物 第三个是测 我在火星上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且不说有多荒谬 但我都做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一只性格 善良单纯的比特选 在火星上 一个月能挣五千万 为啥 比特选真的是比特币吗 越往后给我发的链接 就越奇怪 有一次她给我发的链接 剧恐怖 点进去只有四张图 要求也特别简单 让我凭我的直觉 任意选择一张 她得也知道 男生没什么直觉 我们只有后知后觉 我们的任意就是随意 我真的就随便选 就在我选定的那一刻 我的女朋友 给我发了篇论文 来参考文献的那种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只是随便 选了一张图 就有一篇论文 来解构我前25年的人生 你们知道 那篇论文有多长吗 就是我看完那篇论文 我再点到那个链接里面 那个链接 已经失效了 已经被人举报了 我很费解 因为我觉得 发链接的女生 应该是不会举报 这样的链接的 那么会是谁呢 一定是千千万万 像我一样 善良单纯的比特犬 测完之后 反手就是一波举报 我让你测试我 我叫你知人知面 不知心 而且你们知道 像我们这样的直男 永远不会相信 测试的结果 永远不会 因为我们总会想要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对方 因为我第一次走完 我是一只 月星三千八的鸡 这也太不帅了 鸡就算了 月星三千八 你在开什么玩笑 个睡都不用交 我就又做了十几遍 我发现 哎 比特犬挺帅的 月星五千万 那就五千万 对吧 人总是这样 你总是会在恋爱的初期 想要去传递 自己最好的一面 但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根本不是这样 你知道吗 男生的世界非常单纯 没有任何的测试 你们知道 一个男生在独居的时候 或者是群居的时候 我们过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吗 我们过的是那种 不做任何准备 不制定任何生活计划 没有任何缓冲的日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男生宿舍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话 你可以做个实验 你可以敲敲男生宿舍的门 然后问 哎 走不走 所有人套个外套 他就跟你走了 他也不知道出去要干嘛 也有不套外套就跟你走了 传个人字拖 再来打一拳 你走 所以有些时候 你在路上 你看见一群男的 乌洋洋的向你走过来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害怕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 自己要去哪 很有可能只有 其中一个大哥 想去对面的便利店 买包烟什么的 因为只有他目光坚定 目标明确 他身边的那圈朋友 像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一样 但没办法 一句走不走 就能喘这么多人 男生是可以完成 两句话以内的约定的 走不走 走 来不来 来 赌不赌 赌 男生特别喜欢 打那种没有任何意义的小赌 我们有些时候打赌 连赌注都没有的 你要是能摸到那片树叶 算你厉害 你在开什么玩笑 回来了 你在开什么玩笑 算你厉害是个啥 算你厉害是男生世界里的最高荣誉 我真的觉得 中国队在中场 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的 只需要主角恋打一些机械 哎 listen 下半场 谁要是能搞个球进去 算你厉害 再上场就不是11个球员了 11头野兽 真的没有一个男的能够抗拒 这四个字的那种挑衅 你知道吧 我来跟人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男生不想思考 我们脑子里不放东西的 但如果你给我一个选项 我立马乐意参与其中 所以你跟男生待久了 你会发现 他身上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 你跟他走在一条路上 他看见一个公共厕所 他就进去了 他可能有没有那么需要 但他会觉得 来都来了 Why not Why not 我觉得Why not 这个词组一定是男生发明的 巨直男 你们不觉得吗 就是一种OK将就 我都可以 但是我身边的女生朋友 比男生要细心很多 他们会说Why Why Why you do that Why 你们有没有觉得 男女生可以用这两个词组 吵架吵一个下午 Why Why not Why why not Why not Why not OK I'm going to break up with you Why Why not 谢谢男生 谢谢